然后我就用这个水可以来打精绿汤或者绿拿铁 不会那么寒 欢迎收看健康4.0 我是陈月清 让我们一起跟着季节过生活 到了冬天是要怎样喝精绿汤绿拿铁 他们担心它温度冷 一个呢就担心它性质寒 其实这都是有解决的办法的 这里面我现在煮的是黄芹的水 黄芹是专门中医用来补气用的 所以它对我们的呼吸系统也非常非常的好 可以让我们的气更足 它就是护我们的肺的气和脾胃的气 所以一个是帮助我们新收营养 一个是让我们防范外来的这些邪气对我们的侵害 所以它也可能加强我们皮肤对于这个寒气的防卫 就可以增加我们的胃气 保卫的胃气 所以我就是把10克的黄芹洗干净了以后 加上大概700克的水就放在这个粉样壶里面 大概煮一小时让它煮出来 然后我就用这个水可以来打精力汤或者绿拿铁 这样就会更增加我们那个精力汤或者绿拿铁的不会那么寒 而且增加防卫之气 然后同时我有的时候在打之前我会把它加温一下 这样加进去的水是比较温的 所以打出来的精力汤或者绿拿铁也没有那么凉 所以喝下去肚子里面也很舒服 这是跟大家分享的一周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